这不是出车祸了吧 哎呀这个可能是出车祸了 完了完了 哇这个花生这么大小口啊 两花了两果一根 好了两果 是石头弄的吧 是不是石头弄的呀 是个阿蒙子弄的 石头是吧 不是石头 阿蒙子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钢管 这个这个呀 那个有螺丝的吧 哇这个你看我的天 这个都撞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是怎么怎么撞这个样子的 啊 哦钢管的街头啊 你太靠里面了是不是那种 你们太靠里面走了 我赶紧去检查一下我的是这个 是这个弄的 我不是我是记录一下生活 我离网红还差得远 我去看一下 你也去看我 哈哈哈 哦轮胎 他怎么要靠那个里面呢 他靠的太里面了 你去把轮胎给他吗 对哦 我知道了是这一根 这一根钢管 你看 这儿 看到没 这儿都已经 我的天哪 他怎么开到这个里面来了 这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这都去掉了一块 你说这个是钢哎 你看这还有这个呢 这个不知道是哦 我估计是装这个的时候 砍过去 然后 我猜一下啊 你看 这个样子了 你看这个都装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是那个装的 啊 他那个轮毂 轮毂都去的好大一块哦 钢本 哎 那个谁是转的哦 那个谁啊 就前面那个翻轮胎那个哦 那个车子的轮毂去了很大一块 他这个帮也去了一块 然后轮胎给他花了一 花了两道口子 我检查一下我的轮胎 我的 嗯 挺好 哎 大红哥哥给你 我也挺给你 哇 风景确实很好 这个就是 梁山遗族自治州的风景 连着这个峡谷都修了很多的乡村 你说他这个车这样停着 对面来车怎么办啊 对面来车是等着的吗 不应该呀 他应该倒回来让对面走啊 是吧 真肉 上车待着吧 又堵上了 哎哟 这个下面就是峡谷 这对面还有山洞 看到没 那个上面 那里面还有房子呢 因为上面有一个山洞 好壮观啊 我还以为你是收车的 不是 你们打把车坏在那了 我们旅游团的 哎哟 把车坏来了 哦 你是来的吗 我是成都 我也是高旅游的 那里 成都 你成都的啊 我现在是到了 凉山遗族的啊 那里面都是汗的那种感觉 啊 今天 我本来是打算在这儿就是 住酒店的嘛 但是 这县城的酒店不太好 嗯 所以我因为这里离西昌 只有 100公里左右吧 所以我打算去西昌 那个住酒店 嗯 在这的话 我还是 我找了一个收费的停车场 到西昌去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酒店住 你看这一住的小哥哥都好高啊 我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 它是要过杆的 然后就是15分钟 以后就是3块钱 然后每隔一个小时 1块钱 20块钱封顶 哇 这个停车场这么多封田嘛 清一色全是封田 这不是新车呀 都有车牌了 哈 看到没 这停车全是封田车 哎 我们的车停在哪里啊 哇 在这 小丸子在干嘛 哦 小丸子还 天呐小丸子啊 你是一直这样坐着的吗 这个就是狗 虽然说再累 我也不会扔它 真的我也不会放弃它的 我又 我要好好养着它 这个就是狗 你一直在等我呀 嗯 就跟小时候一样是吧 一直等我是不是 好来我溜溜你啊 溜溜你以后 然后我们喝点水水吃点东西 就睡觉觉了 哎呀好累啊 好我们去溜溜你啊 哎呀怎么黑呢 看不见脸呢 哦呦好黑啊 完全是没灯哎 我天啊 我们现在是把车 停在二楼三国道旁边的一个服务区 在那 很帅 然后在这个地方 把小丸子放下来让它向上厕所 然后喝点水 跑一跑休息一下 今天上午在车里面 待到一上午了 这还有个小草坪呢 在里面跑一下吧 这个草还挺干净的 是不是想喝水啊 拍车应该是四件套 帽子 面罩 然后手套跟冰袖 你在干嘛呀 哎在拍视频 你说你这动作哑不哑观 真的是热死了 刚出去可能溜了小湾 这15分钟吧 不到20分钟 一身的汗太热了 赶紧跑吧 赶紧跑 坐下 堵车穿了 没想到在这也会堵车 我看一下堵了多长啊 因为太热的话 就是就算是你住车也睡不着 昨天晚上真的是热的 我跟小丸子都没睡好觉 是吧小丸子 我给他把窗户打开 开着空调给你开窗户 完全都是为了你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走了走了 可能堵了个十多分钟 什么路 我们现在走的是一个线道 163线道 我跟你说路特别的烂 灰尘很大 我刚洗的车还没几个小时 现在外面又是一层很厚的灰 大车太多了 好黑啊 完全是没灯 有一点进入时空隧道的感觉 进入黑洞的感觉 哎呦 赶紧把大灯打开 而且是黑暗 伴随着灰尘 就能见度更低啊 视频里面还看不咋 还不怎么看得出来 视频里面是把那一层灰给过滤掉了 看到见墙是黄色的 但是我呢 只看到是很厚的灰尘 我的天啊 刚刚我们先是出了隧道啊 它是一个隧道群 起码得走了 可能有二十多分钟的隧道吧 现在出来以后 这个路要好得多 现在终于是上国道了 看一下 353国道 它是213转353国道的中间的那条线道 全程可能有十七八公里吧 全程都是那种烂路 灰尘极厚 现在我的车就完全是 感觉没有洗过 其实我今天早上才洗车呢 我们在一个隧道的门口给堵上了 它这里的隧道应该是 都是才建修好的 或者是在维护的那种 就是没有灯 然后单边放心 你先打瞌睡嘛 我们家小孩子可操心了 就是我开车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会睡觉 他要我停下来 他才会睡 其实他已经很瞌睡了 来趴下 趴下 好 来睡睡 来睡睡 你可以休息一下啦 你们见过这样的隧道吗 左边还在挖 然后右边就是一根毒道 刚好车这么宽 这个应该就是 刚刚建修隧道时候的样子 它是一节一节铺的 而且右边还有一个钩 很深很深的钩 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排水了吗 我已经开始吃晚饭了 这是半个主体 半个主体的半个 四分之一个主体 然后那个地方是我找那个老板要的水 他说这个是山泉水 我看了下还挺轻的 我刚刚吃完了米线 你看我这个汗水 我刚刚才发现 就是先走那烂路的时候 你看这个 看到吗 那有水 我要不找一点水 把它给一泼 我把它洗一下 前面应该是没有烂路了 刚刚擦了一下 用水这么一泼 然后擦了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 比刚刚要好吧 如果是到时候花了的话 你看一干 它就有那个印子 我再拿毛巾给它一擦 现在出发吧 趁还没有天黑 我现在驻车在一个叫雷波的县城 热了 所以我搞了一个凉席 现在我们把这个后备箱给关上 然后我是还是一样 带了两床被子 就回家给全洗了一点 这个被子肯定是用不上了 我今天很累 其实我的东西也挺多的 你看这是驾驶室 还放了这么多东西 小丸子 今天晚上不热了吧 没有看见它 没有看见你 就是你的小舌头呢 没有没有看见它 叫塞热 睡睡吧啊